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吃水果有益健康 不可能有害 然而当天小丽在空腹状态下 吃掉了近30个李子 吃完没多久 她就出现了胃胀 恶心 腹泻的表现 整个人难受不已 坐也不适 站也不适 胃胀的说话都费力 去医院就诊后发现 是李子摄入过多而导致胃肠道受到刺激引起 经过治疗 小丽才康复出院 出院后 小丽暗暗立誓 不能再这么吃水果了 一 胃不好的人少吃这四种水果 不然胃可能会越吃越差 水果是身体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重要渠道 但本身胃不好的人 吃水果却需要慎重 这四种最好少吃 李子 李子酸酸甜甜的很开胃 但其内里含有丰富的植物酸和丹宁物质 摄入过量容易导致胃肠道不适 特别是一些本身患胃炎 胃溃疡的人群 摄入李子容易加重自身的不适感 鲜枣 鲜枣是个维生素C很丰富的食物 但它水分较少 且表皮坚硬 进入体内后比较难消化 对于本身胃不好的人而言 无疑是在雪上加霜 会导致本身的胃部不适越来越严重 山楂 山楂内含有的果酸含量较高 短时间内摄入过量 会给胃黏膜带来刺激 容易诱发胃炎 胃溃疡发生 且山楂内还含有丰富的柔酸 会和体内的蛋白质形成柔酸蛋白 容易形成胃食 大量胃食在胃部堆积容易诱发胃痛 恶心 呕吐症状 柿子 柿子是个柔酸含量较高的水果 日常不建议在空腹状态下食用 尤其胃成熟或胃脱色的柿子 本身胃不好的人群长期大量食用 很容易形成胃食 二 医生从不碰的三种水果已被列入致癌名单 关于水果的传言有许多 甚至有人说一些水果被医生拉入了黑名单 因为会致癌 这个说法可信吗 一 催熟的香蕉 传言称现在市面上售卖的香蕉 都是经过催熟的 长期摄入会致癌 事实上香蕉在采摘的时候 的确未完全成熟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储存 运输 香蕉完全成熟后很容易烂掉 当香蕉到达目的地后 会使用乙吸力对香蕉进行催熟 这是一种很安全且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并不会影响健康 且香蕉在自然成熟的过程中 本身就会产生乙吸力 其作用也是加速成熟 整个催熟的过程并不会生成有害物质 自然也不会致癌 二 打蜡的苹果 苹果在正常生长的过程中 本身就会分泌脂类成分 果蜡 目的是为了防止农药和微生物入侵苹果内部 除了苹果自身分泌的果蜡外 果农为了预防苹果表皮起皱 水分流失 也可能会在表皮打蜡 这层蜡就是人工添加的实用蜡了 打蜡其实是苹果生产运输过程中的正规操作 中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规定 可以在新鲜水果表面打蜡 科兴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软光峰表示 只要是正规的打蜡就不会给健康带来威胁 无需过多担心 有传言称水果在受冻后会产生亚硝酸盐 而亚硝酸盐进入体内后容易生成致癌物亚硝胺 亚硝酸盐的产生需要硝酸盐为原材料 继而在细菌代谢下转换而来 而水果内本身含有的硝酸盐含量很低 且在冰冻条件下也不会有细菌产生 无论是原材料还是硬条件 都不符合亚硝酸盐的生长条件 这个说法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3.关于水果 这三个知识你了解吗? 1.糖尿病人能吃水果吗? 当然能吃 但糖尿病患者吃水果 要注意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 且吃水果的同时 还需要注意适当减少主食的量 尽量选择一些生糖指数低的水果 如草莓、蓝莓、苹果都是不错的选择 2.为保证营养吸收 应先吃水果再吃饭 网络上的说法是吃完饭吃水果 正餐会把水果挡在上方 等轮到水果消化的时候 营养已经都流失了 所以应该先吃水果再吃饭 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 水果内的主要成分是水分 还有部分维生素、矿物质 以及碳水化合物 这些营养成分的吸收消化 和是否吃正餐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无论是餐前还是餐后吃水果 都是可以的 主要是根据个人习惯来选择 3.反济水果危害健康 不能吃 现阶段的农业技术越来越发达 很多时候在反济节也能吃到新鲜水果 但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添加了大量的保鲜剂 食品添加剂等所致 摄入反济节水果对健康不利 事实上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添加剂 在规定量的使用下 使用后不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威胁 4.下面这几种所谓的营养品 不建议老年人吃 1.三七 有广告称三七能补血、降糖、降血脂 控制血压、活血化瘀、增强免疫力等 但其实关于三七的各种功效还在研究当中 暂时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三七有那么多功效 老年人可不能盲目相信三七的多种功效 甚至取代确切疗效的药物 导致慢性病控制不佳 2.冬虫下草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指出 冬虫下草属于一种中药材 并不能药食良用 使用不当要小心重金属深超标 而且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冬虫下草对人体健康有特殊功效 因此还是不要乱买来食用了 3.蜂王浆 蜂王浆被很多人当成一种神奇的保健品 人们发现蜜蜂幼虫只吃蜂王浆 能发育成蜂王 而且寿命更长 但实际上蜂王浆对人类的效果并不佳 而且也没有充分的证据 能证明它有特殊的功效 5.其实老年人真正要多吃的是下面几种食物 1.蔬菜 饮食上要多吃新鲜的蔬菜 中国膳食指南推荐 每人每天要摄入0.6到1斤的蔬菜 而且尽量要多吃硬剂的蔬菜 2.水果 各种各样的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 中国膳食指南推荐 每人每天要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 而且要多吃硬剂的水果 3.粗粮 多吃高粱 各种豆类 燕麦 玉米 荞麦等五股杂粮 粗粮 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预防便秘 也可以和白米搭配起来吃 进行氨基酸互补 老年人饮食健康很重要 与其相信各种保健品 不如少吃金白米面 多吃粗粮 蔬菜 水果 拥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另外 老年人该吃肉还得吃 毕竟肉类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适当食用 对身体有不少益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